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香港新闻连线的时间 我是萧猪猪 今天是2024年12月9日星期一 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这则新闻的标题 以色列执死鸡 占领赘利亚哥兰高地缓冲区 赘利亚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反对派武装在12月8日 导致昨天成功夺取首都大马士革的控制权 正式宣布退翻总统阿塞德 巴萨阿里萨的政权 迫使他流亡海外 结束了阿塞德家族在赘利亚长达接近50年的独裁统治 消息一出而已 国际社会就震惊了 以色列更在同一天发动凶杂 直击大马士革多个政府安全设施以及研究中心 声称那些目标是曾经被伊朗用来开发导弹的地方 根据设计英国的赘利亚人权观察组织透露 以色列控制的目标包括大马士革的综合安全大楼 一面涉及情报部门、海关以及军事总部 此外据路透社的报道 乙军还在赘利亚、苏维达北部的主要空军基地 发动至少6次的空袭 这个基地距离首都大马士革东南方大约90公里 储存了大量赘利亚政府军留下的火箭弹和导弹 据消息人士称 乙军攻击是为防止这些武器落入极端组织手中 同时乙军亦对赘利亚南部的另一个空军基地进行轰炸 在赘利亚总统阿塞德政权正式倒台之后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 就迅速行动在8日宣布已下令乙军占领 哥兰高地Golan Heights的缓冲区 并且强调 不会容许任何敌对势力在以色列的边界扎根 他形容在1974年 以色列与赘利亚签署的停止冲突协议已完全崩溃 所以必须采取主动指示军方占领缓冲区和附近的制高点 以确保边界安全 看回自1967年以来 哥兰高地一直都是以色列的占领地区 当年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夺取了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并在之后宣布吞併 虽然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都未承认这个举动 但以色列一直都控制当地 而在1974年 卵俄国在哥兰高地建立缓冲区 分割了以色列与赘利亚控制的领土 并派遣违和部队驻守 而乙军在赘利亚缓冲区内实施宵禁 并要求当地五个城镇的居民禁止外出 乙军发言人阿德雷阿菲查·埃瑞 在社交平台X发文表示 为了你们的安全请留在家直到进一步通知 据悉这个缓冲区是鄰近哥兰高地以色列控制的地区 这次占领就被视为内塔尼亚湖的一个重大决策 标志着以色列进一步地加强在地区的主导地位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一则新闻的标题 特朗普将会禁止去美国生育旅行 而边境沙皇霍曼就表示 在美国生产要全家遣返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明年一月就职之后 第一时间就会出手改变在美国原用多年的移民制度 他针对外籍人士去美国生育旅游 和婴儿自动获得美国护照以及社会安全码等福利的政策 将进行全面改革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 特朗普移交团队已为相关的行政命令 和可能引发的法律诉讼作出准备 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在1868年明文规定 在美国出生或完成规化手组的人士都是美国公民 只不过特朗普早在首任期间已多次表明 他认为非法移民或旅游签证 去美国生育的做法是一个漏洞 并且曾经计划通过行政命令去修改相关条例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所以未能实施 所以今次卷土重来的特朗普 就已将出生公民权改革列为首日的政绩 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节目 会晤新闻界访问时 特朗普就强调必须立即中止在美国出生 即获公民权的做法 认为这个制度是过于荒谬 并且表示会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废除 而特朗普的发言人李威特 Caroline Levitt就表明特朗普会善用一切手段 去落实竞选承诺 全面改革移民制度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已经表明 非法移民问题是他施政的重点之一 他认为过去无证人士在美国生子之后 子女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但父母就面临遣迁返的局面 导致多次的人道争议甚至触发法律诉讼 至于特朗普的团队成员 有边境沙皇之称的霍曼 Tom Homan更表示 新政策将会确保无人道争议 全家一起遣返、杜拙漏洞 针对外界关注生育旅游的问题 特朗普团队就认为 外籍孕妇持旅游签证入境美国生子的行为 使得她们的子女自动享有美国公民身份和福利 是严重的制度濫用 为此团队正计划透过缩紧签证发放的条件 尤其是针对某些国家的旅游签证制度进行改革 例如缩短签证有效期或限制入境停留时间 消息指 特朗普的移交团队已经议定多份行政命令 目标大幅度减少 因为在美国出生而自动获得公民权的情况 如果相关的命令实施 非法移民或旅游签证持有者 在美国生产的婴儿将无法获得护照 或社会安全码等公民权利 不过这个举措就势必引起宪法挑战 有宪法学者认为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 难以撼动修正案的法律地位 此外 特朗普的计划也引发 对1898年美国掃黄金德案 US vs Wong Kim Ark的重申審 当年黄金德虽然在三藩市出生 但因为父母都是华人而租他入境 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就判决黄金德胜数 确立在美国出生者 即为美国公民的原则 至于支持特朗普政策的人士就认为 当年黄金德的父母是合法居留 而现在的无证移民问题 和当时的情况是两回事 所以不应该一概而论 好了 这期新闻报道到此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收听 懇请大家在听新闻之余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一下小铃铛 那就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 我们频道最新的资讯了 还有请大家帮忙留言 给like 和share link给你们的朋友 等更多的网友 可以分享到香港新闻连线的报导 多谢大家 下一节新闻时间再会 好了 现在我拿了这种药回来吃的 这种韩国的NMA 我完全专食了这种药 因为它第一就是经济实惠 第二就是加了这些东西 对我的皮肤好 那就是因为真的实惠 1088元白折 即是870元 还送双重益生菌给你 双重免疫益生菌 298元 870元还送298元 这个益生菌 是有一种保护性 让它不会被遗孙侵吃 送入你的小肠 每一粒是有20亿 20多种益生菌的 如果大家吃NMA 我建议你吃这种